一名小姐姐发现了一只流浪狗 因为下雨 狗狗身上沾满了泥土 正忙着从地面上捡垃圾吃 然后就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也不知道狗狗流浪了多久 家中养有狗狗的它 看着十分心疼 好心的小姐姐想收养狗狗 便连哄带骗地把狗狗带走 但狗狗却一边走 一边回头张望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 它才停下脚步 口中喃喃自语 似乎很是焦急 它看着小姐姐 又回头看向原来的地方 紧张而着急地 往小姐姐身上爬 死活不肯离去 狗狗的反常行为 让小姐姐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干嘛一动不动地回头张望 看着狗狗变得更加焦躁 小姐姐也意识到了不对 便跟了上去 它带着小姐姐一路狂奔 偶尔还会停下脚步 观察一下小姐姐有没有跟上 见小姐姐跟着自己 快步向前 好像是在带路 不多时 狗狗就停下了 小姐姐一眼就看见一个 脏兮兮的玩具小熊 原来狗狗希望小姐姐 能将它的熊仔一起带走 它用一种哀求的眼神 看着小姐姐 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它可不愿意 让玩具熊离开自己 可能是它最爱的东西 也许是前主人 给狗狗留下的 寒风凛冽 大雨滂沱 看到狗狗的坚持与哀求 小姐姐很是感动 便与小狗与小熊一同离去 当小姐姐拿着小熊的时候 狗狗目不转睛地跟着它 小姐姐将狗狗和泰迪熊 一起带进了车上 看见小熊放在旁边 狗狗紧张心情 才渐渐地恢复 狗狗被淋成了落汤机 瑟瑟发抖 小姐姐用纸巾 给它擦拭毛发 狗狗很是听话 本来在座位上 可是狗狗却挣扎着要 从小姐姐的怀中钻出来 跑到小熊的身边 很不放心的样子 趴在小熊旁边守着 看着让人有些心痛 回到家里 小姐姐给小熊清洗干净 狗狗好像很不放心 走到小姐姐的脚边 不时抬头看一眼 洗了三十分钟 小熊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干净了小熊十分好看 狗狗也马上接着小熊 围着打转 生怕小熊出什么问题 小熊陪狗狗度过了很多个 白天和夜晚 也许有了小熊的陪伴狗狗 才不会害怕 狗狗便急不可耐地 将小熊抱在怀里 绕着小熊都来都去 闻来闻去 这一幕让小姐姐感动的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狗狗这是多么的喜爱 和珍惜这只小熊 小姐姐也是给狗狗 做了一个温暖的小窝 有小熊的陪伴 狗狗睡得也十分安心 小姐姐的指令 狗狗也能听懂 一看就是被别人训养过的 一双湛蓝色的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 耳朵竖了起来 很是可爱 狗狗搬到新房子后 表现得很听话 大部分时间都跟在小姐姐的身后 乖巧地让人心疼 就在他以为狗狗和玩具熊 会跟着小姐姐生活 但意外却发生了 当小姐姐将这段录像 传到网上时 自称狗狗的原主人 要求小姐姐归还 说狗狗是他的 从刚开始联系 原主人并不关心狗狗的情况 一直在问小姐姐的住址 希望小姐姐能尽快将狗狗还给他 小姐姐让其证明 狗狗是他的 没想到原主人 却威胁小姐姐 称不还狗狗 就说小姐姐偷自家的狗 真的太可恶了 小姐姐说 他把狗狗带回家后 才知道 狗狗的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为了求助狗狗 小姐姐还花了不少钱 给狗狗治病 原主人在狗狗生病的时候 抛弃了他 现在狗狗被好心小姐姐收养 看到狗狗病好了 原主人就想要回去 显然原主人根本就不关心狗狗 狗狗回到原主人身边 也肯定不行 最后 狗狗的原主人露出了真面目 扬言要将狗狗还回去 否则就要给他一万块 最终 小姐姐也是图个清静 给了原主人两千块钱 才把狗狗留了下来 狗狗的原主人虽然不乐意 但还是接受了 你们觉得应该把两千块钱给这狠心的原主人吗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总算是圆满结束了 狗狗也能和小姐姐安安心心地过上幸福的日子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也为好心的小姐姐点赞 好了 今天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 让爱能传递